看看这个猪产 这个是最早做的这个蓄水的水塔 这是猪产的外面 猪产的外面 今天下了点雨 让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蓝色里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现在还有没有猪 今天来到一个那个 养猪的一个大户家里 他原来的话养了差不多有个好多猪吧 这个吧 应该800头有 有吧 你看他的场地 这么大是不是 就这种蓝的话两栋 好 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蓝里面 蜘蛛网 你看 这都是 这个撩槽 已经长满了蜘蛛网了 蓝色里面空的 空的 我们看一下他进去里面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都没有一坨主了 全是空的 好多蜘蛛网 进都不好进来 那这都是蜘蛛网打在这里 原来猪多的时候 他这里最少有个800头到1000头 看这个猪笼 以前这个短蓝用的猪笼的 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好删删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吃的猪肉会涨价 对吧 大家看看这种视频就应该知道了 蓝里面没有猪了 长满的是蜘蛛网 你看这个尿虫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这个样子 这个从去年到现在的话 这边已经不养了 因为现阶段的话 这疫苗还没有出来 很多养殖户的话 他情愿把这个猪射空着 情愿把这个猪射空着 因为什么呢 去年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所有的猪全军覆没 已经不敢再养 也没有这个资本 再去养猪了 所以这个猪架 它必定是要上产的 这个猪架 这个消毒的 看看 这个消毒的 长满的蜘蛛网了 都没有再用过 这个也是之前拿来喂水的 送水过去的那个一个 一个车子 还有这个 退料的 喂料的 空的 这里一排过去有几个 123 4 5 6 7 8 9 差不多有十几个 15个左右 两边大概有三十个 三十个的话 这边的话 一个栏里面光它个 四头钟左右 这里就有三十百个 像这种栏的话 它何必还有 现在已经改掉了 养了 养了一点牛 对的是草料 隔壁 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它就有山洞这样的 比如说 政府啊 早一天做出这个苗出来 养猪后才敢有信心 才敢去再去养猪 我们的猪肉才能见价下来 才能便宜 这个菜篮子工具 见 这个感谢大家 观看